而同样花莉市公所为了表达对春安工作人员最高的敬意与感谢 24号晚间由市长魏嘉贤 协同了花莉市民代表会主席苏美朱等多人 依序的向警察、消防、民防、巡守、议警以及议销等春安工作单位来表达感谢 并且也资赠了慰绕金以及泡面 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以及维护社区治安与交通的辛劳 让民众可以安心过年 年节将至不少民众已经开始规划旅游行程 但警消及邪情人力在年假期间则必须坚守岗位 守护花莲乡亲的安全 24号晚间市长魏嘉贤特别协同民政客长潘唐胜 以及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苏美朱等多位代表 陆续前往警察、消防、民防、巡守、议警、议销等春安工作单位进行慰问并给予肯定 不管是老人家、年轻的小孩子都一直在接受大家的关心、关怀跟保护 每次在这里要代表我们花莲市民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 在这里深深一句功夫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关怀 还有对我们的爱护 保护我们平平安安 那我们也要特别谢谢除了我们警察人员跟消防人员之外 还有很多写起名利的人员大力的投入跟协助 才能够让这九天、未来的九天的一个廉价 让所有民众能够放心的度假、安心的度假 那我们在此要真的要谢谢他们过去的辛劳 那在今年也在年节前也排班值班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 那在此也要希望我们民众如果看到他们在执勤的过程里面 多给他们鼓励、多给他们感谢 那当大家都还在被窝的时候 他们可能都在四面八方在做相关的巡逻 那我们在此也跟苏美洲主席一同来到各个单位来做相关的慰问 也祝福我们新的一年都一切都能够平平安安 每一个人都家庭和乐 花莲市公所延续以往比照中央及地方做法 致赠警销人员加菜金每人200元 总计发出6万2000元 另外同样也赠予警销、傅宣、凤凰志工 及义警、民房、巡守等单位每人200元的礼券 市长魏嘉贤也感谢世代会等多位代表们 和公所一起关怀这群在花莲付出的五名英雄 记者是立琴华联市报道